部分第一题我们来看 第一题它说 假设 我这边有一个AB 水平面 A到B是水平面 BCD它是个 曲面就是个半圆 OK 都怎么样都是光滑的就是没有摩擦力 OK 那我跟你说BCD半径是R 然后 一个支点从A出发 所以半径是R 从A出发 那如果速度大小为根号2GR 请问到达C点的时候跟速度会是 多少来 意思是说跑到 因为在这里的速度是根号 根号 写错了 是2根号GR OK2根号GR 好所以意思是说跑到B点的时候速度怎么样 速度也是一样大 跑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摩擦力嘛 所以跑到这里的时候 就最低点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来我们来看 2根号GR就是根号 多少GR 就根号 4GR 那它有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圆轴运动 不行 OK它可能怎样 往上跑跑跑跑跑跑跑 这里的时候就会 往下掉 OK它就往下掉 所以 OK所以 我们来看 可是它没有问你 它没有说可以不可以 完成圆轴运动 它只问 跑到C点的时候 请问速度多少 C点的时候速度会往上吗 OK 反正我不用管方向 在这一边部分 这一张 算能量的部分 我就不用 不太需要管 方向 OK不太需要管方向 好 所以 怎么办 来我们先知道 力学能守恒 就是能量守恒 能量会守恒 所以在 B点跟在C点的东西 在 B点的总能量跟在C点的总能量都会 一样 所以 我们叫做能量 守恒 好 来 请问 我要怎么写 第一个方程式我要怎么写下来 我要问 谁好勒 可以欧问 好不要欧问好了 装长达 装长达还没进来啊那就欧问吧欧问 来 能量守恒我要怎么写 老师好 很好 对回答我的问题 谢谢 哦好 等一下老师 嗯 你现在在忙吗 有点忙 没关系 OK 你只要跟我说 写下那个 第一个方程式就好了 你甚至不用公式 你只要写 跟我讲概念 在B点的什么 呃 是那个吗 EKA那个 啊对对 然后加那个 U UGA 然后 等于 EKC 还有 UGC 就是 就是一样 就是一样 对 OK好 他就说 我 因为欧问说的是什么 在A点的动能 加上 在A点的位能 OK 你要跟我说 因为在A点的时候 他位能 再加上他动能 会等于 他跑到C点 OK 会等于 他跑到C点时候的 动能 加上位能 OK 那当然我写B点 也可以啦 OK 因为B点跟A点的 速度一样嘛 OK也可以 那 没关系 我们就用A点的 也可以 好 来 现在我们才来 才来带公式 好 动能的公式 安妮告诉我 动能的公式是什么 OK 安妮是声音 没有办法说话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说话 你就用 写 可以再讲一次 哦 动能的公式 K 告诉我一下 动能的公式 等于什么 动能的公式 嗯 那个 嗯 二分之 负MV平方 二分之一 一是一 OK 二分之一 M M M 你看 题目没有给你M 不过没关系 等下你会发现M全部都可以消掉 好 V平方 这里这里的V是多少 就是2 乘上 更好 GR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开 开平方之后就变成 4 GR 好 来继续安妮 请问在A点的位能大小多少 0 0 OK 很好 没有错 0 OK 听到了 0 因为它在最低点 我们设它这边是0 OK 往上走 它的位能就越大了 好 再来 李悦伦 那 这边 C点的公式 我要怎么写 C点的动能 加上C点的位能 请你告诉我 两个都给你 也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好 对 M 然后勒 嗯 之后V 平方 平方 对 OK 因为我这边写的是 Vprong 所以你要写 对 Vprong Vprong OK Vprong也可以 你不写也没关系 因为我这边已经写Vprong 然后再来U 它的位能呢 嗯 它的位能 嗯 它为能是多少 魏能公司是什么 魏能公司是 魏能公司是 MGH吗 哦对 MGH 所以MG好请问Hash多高 Hash啊 这边有雪吗 这边没有 Hash Hash 就是这一段 从这里到这里嘛 哦 Rv Rvprong吗 啊 为什么是Vprong V是速度哎 我现在说的是高度 哦 那就 这是一个什么 半圆形嘛 嗯 我跟你说这个半径是R 请问这里 多高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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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 来 哦 哦 这是那个老师一直讲 RR讲错了对不起 OK 所以是R 对对对对对 来所以要认清楚它高是多高 最好 最后全部把它算出来 OK 所以M跟M小调 剩下你自己算 我就不算了 OK 剩下你自己算 你一定有办法算出来 还有你找什么 请你找出 那好吗 速度V等于多少 所以请你找出 V V 等于多少 可以剩下你自己写 好 这一题就这样没了 OK 那因为 这一题 OK 请问这一题 这个球可以不可以成功做一个圆轴运动 没有人 他有办法做一个 完整的圆轴运动吗 嗯 这个球吗 对他有没有办法 完成这个圆轴运动就这样 好 完成一个圆轴运动 应该是不行 不行为什么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像 好像又可以 来在最低点的时候 速度要多少 我如果要完成一个圆轴运动 在最低点的时候速度要多少 更好5G 我至少要更好5G R 请问 对 以这一题来讲 他到这里的时候速度是多少 4而已所以不行 对 根号4G 所以他不够 OK不够大 所以他可能很有可能是怎样 跑跑跑跑 这么高之后怎样 往下掉下来 又掉下去 OK 他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圆轴运动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的部分 再来我们往下看 老师你拿两件 当点心吃 那就在哪一块 你拿了三块 好 OK OK OK好我继续 再来 第二题的话 第二题 这不是应该的吗 哈哈哈 是 哈哈哈 哦 我在 那个什么 我好 尽量挖脚我 没事 开玩笑 有老师在跟我聊天 他称赞 他称赞我那个什么 上课很认真 然后就跟他说 不是应该的吗 OK好来继续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啊 我承担你们认真的时候你们也要说 不是应该的吗 比如说很棒你考100分 不是应该的吗 也没有啦 100分不是应该 考80分就够了啦OK我就 一个学生考80分就很厉害了 不一定要考100分 糟糕我的话都入进去了 来我们继续看第二题 来我们看第二题他说有一个木块m 从上面滑下来 他说从A点上面这样 往下滑 那半径是R 请问他在 BCD个点的时候 馈倒给球的作用力 分别是多少 这个不简单 这一题不简单 什么叫不简单 我先问一下 有人已经 把第二题 已经看过了吗 如果有的话讲一下名字 老师等一下我 我看了 哦 李华又看了 俊光看了 何宇晨也看了 美智看了 博文看了 庄上达看了 安妮也看了 应该要看吗 应该需要 哦 没有啊我没有叫你们看啊 可是我刚才听到 我刚才有听到 你们说自己的名字啊 俊光有说名字 安妮也有说 欧文有说 欧文有说 欧文是应该的 欧文是应该的 欧文是什么时候 啊 你们说你们有看啊 所以我来问你们啊 没有 是呀我有听到声音啊 我有听到声音耶 没有 有我有听到声音 是吗 我听到声音耶 老师你听到的声音都是对的 老师说的算 老师说的算 老师是 干嘛我突然不讲话 好继续 OK不要理你们 好 有一个木块从上面往下滑 那他跟你说 他会在这边转一个圆圈 我们先来看 他能不能 我们先看 他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圆周运动 我们先来猜 你觉得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不行 还是有些人觉得可以 怎么办 你要怎么知道 他能不能做一个圆周运动 完整的圆周运动 怎么算 猜猜看 猜猜看 不能用猜的 来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在A点的时候 会有什么 A点的动能 加A点的 胃能 对不对 在B点的时候 也会有B点的 动能加上B点的 胃能吗 OK刚刚俊框说他有写来 请你算出来在B点的时候速度会是多少 真的没写是 啊你没写哦 那你刚刚又跟我说有写 没有说再吃饭 OK 好 来 我们来看哦 所以 那A点 那我们 请问 A点 我就会写 Ka 加 Ua 会等于 Kb 加 Ub 来 Ka多少 Ka多少 就是A点的动能 A点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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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一直都是在幻听哦 为什么我一直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来 在A点的动能多少 A点动能 嗯 A点动能 静止 静止 所以应该是没有 对一开始 你看没错 静止启动 什么是静止启动 静止开始 运动 所以一开始 没有动能 零 OK 为能多少 来我们管快的 MGH 我吗 对 就是你 这整体都是你 好 MG 然后3R OK 就3MGR 好 到了 V点的时候 它会有动能 我们就放1 2分之1 M V 平方 然后 为能是多少 V点的话 V点的话 V点就0为0 对我们就设它为0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马上算出来 M跟M 就会消掉 2乘过去就变6 然后你V平方就变成 V开跟号你就得到6GR 跟号6GR 它一定会做一个圆轴运动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好 它问说 请问 它在V点C点D点的时候 它分别 球给它的 就是回到给球的作用力是多少 我们来看 既然我已经知道在V点的速度了 V点速度是多少 跟号6GR 好吧 来我们来看它收 来在V点的时候收几个力 何语成 一两个 哪两个 正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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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重力 很好 来重力多少 MG OK MG 好我跟你说 当圆轴运动 我跟 因为Shawn刚好学到第五三 就在讲圆轴运动 圆轴运动的时候 我有讲过 两件事情 第一个 先问什么 受几个力 受 BRABA 力 OK 受几个力 再来 第二个 你要知道它的半径是多长 就是问 请问它的原心在哪里 OK 原心 Dimana 谁 哦我的 Internet connection 很很差哦 哦 Michael的 不是我的 he cannot rejoin zoom 那没关系 我有录影 叫他之后自己去看 OK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聊天了 暂时不要管他 他常常都这样 OK 好所以来 OK OK 好 受几个力 所以向心力 就会等于mv平方 除以r 因为这里我们又要用到v平方 OK 要用到速度 mv平方 除以r 为什么我问受几个力 来 因为向心力 会是一个合力 OK 向心力会等于多少 合一层 向心力会是多少 谁加谁 谁减谁 因为他受几个力嘛 我刚才问 n-mg 对 n-mg很好 n-mg 然后 为什么问圆形在哪里 因为你知道圆形在哪里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他半径是多少r 所以 OK 半径就是一个r 所以mv平方 刚刚算出来是多少 v平方是6gr OK 6gr 所以 底下是r 带进去 然后r跟r可以消掉 剩下就是数学了 剩下就是数学了 那 n-mg 就会等于 6mg 所以一向一下 n就等于 7mg 好 在b点的正向力是7个mg 所以第一 第一部分 OK你就知道 在b点的时候 的速度是7个mg 好 c点 d点 通通都怎么样 通通做法一模一样 做法一模一样 把它通通找出来 好 这边你要截图赶快哦 我删 2秒之后就插掉哦 1 2 3 OK插掉 好 好 那 刚刚我们做法是怎样 好 我再用 同样方法哦 现在我请 谁好了 安妮你来 你来告诉我 在c点的时候速度会是多少 用刚刚一样的做法 你还在吗 安妮你还在吗 安妮你没有办法讲话是不是 那就 是听到 听到了 听到了 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耶 还是李义伦你来帮他一下 李义伦 是 啊 来 请问我要怎么写 k a 等于多少 u a 等于多少 k a 我刚老师前面算过是零嘛 嗯 ok 只有加上 u a 是 3mgr 3mgr 对 3mgr ok 然后 kc 如果 kc 是等于 那个 2分之1 mv平方 okmv平方 不过它是c点的速度 我就加一个vc ok 好 再来 他的公式是mgh 好 但是这边这边是要写多少R老师 刚刚在b点是零嘛 因为他在最低嘛 C点mgh是多少 就去看他多高啊 哦 R 所以是m什么 mgr 对很好 就是这样 ok 所以你看哦 大家都有质量 质量小质量小质量小调 okm就不用管它嘛 好 所以一向算一算算一算 这个 3gr gr移过去 会变成 2gr 然后 2分之1过去就会变成乘2 等于 vc平方 那我们刚刚已经 学到什么 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 也不是教训啦 刚才学到就 其实我不用开根号嘛 因为等下我就要用到v平方了 所以vc平方 你可以不用开根号 就等于4gr 好 那再来 请问 一样 c点受几个例 又人 还是你 还是我吗 对 哪哪哪哪一个点哪一个点老师 c点 受几个例吗 他受几个例 这个 嗯 good question 刚刚b点是两个例哦 你看 b点是一个例往下 ok 往下 mg 然后还有正向力 往上 compassion 他往的 他就是 往右 他往右 往右 往右 是mg mg 原来你的地球在右手边的 不 劳酋 讲错了 那个 正向力 mg mg 一定是往下好不好小朋友mg 一定是往 你心引力ok你的地球不是在左邊的 然後勒mg 往下還有哪一個力 還有m m指向哪裡 指向右 錯 錯 對錯 指向上 指向上喔 錯 指向左了 你上下左又都差一遍了是不是 所以沒有說向左 來 我再講一次正向力 ok正向力這個東西我在國二現在也正在講正在講正向力一定怎樣 一定垂直 與接觸面 請你寫下來 ok剛剛有錯的人垂直 與 接觸面 這個很重要 什麽是垂直與接觸面 什麽是垂直與接觸面 如果我今天球跑到這裏 正向力一定跟這個接觸面怎樣 接觸面是這邊垂直 小朋友們 所以剛好指向什麽 指向圓形嘛 所以請你把這句話寫下來 正向力一定怎麽樣 垂直與接觸面 請你寫 ok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請你一定要寫下來 所以他會垂直與接觸面 所以這是真向力來 向心力是誰 你又人 還是你 什麽 向心力 是哪一個 剛剛的向心力是N-MG 現在向心力是誰 MG MG 所以你的 原型 原型在這邊 他繞著這邊在轉 我看一下 OKOK 認清楚原型在哪裏 原型 原型在 對啊 MV 什麽 這什麽這我也不會 來 原型指向這裏 來原型在這裏 我們說向心力就是指向原型的力 請問在C點的時候指向原型有哪一個力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喔 什麽是向心力 向心力就是指向原型的力 請問在C點的時候 指向原型的力是誰 C點只受兩個力 你自己說的 那C點指向原型的力是哪一個力 正向力 對正向力 所以 剛剛 剛剛在B點的時候 我的 向心力可以寫成什麽 N 減掉MG 可是在C點的時候 它的向心力只剩下誰 只剩下N 沒有MG 這樣可以嗎 可以 真的可以嗎 呃 有一點點不可以 好像 先寫吧 先寫應該要後期就可以了 所以 NC 因為就沒有MG了 OK 知道為什麼沒有MG嗎 OK 因為MG 不是指向原型 剛剛 在B點的時候 MG怎麽樣 它 雖然不是指向原型 可是它跟 向心力怎麽樣 相反嘛 所以它要 正向力N 減掉MG嘛 好 所以 向心力等於MV平方除以R 請問在 來再寫一次MV平方 V平方是多少 在這裡的V平方是多少 4GR 對 把4GR寫上去 然後再除上R 所以會等於多少 幾個MG R跟R消掉 4個MG 所以在C點的話 你的向心 你的正向力是 4個MG 所以 軌道給它的作用力就是4個MG 好 OK 來要截圖的 趁現在 我3秒之後 插掉 等一下 等一下老師我手機有點卡 華為 你的手機不是華為的嗎 不是啊 好 來倒數3 2 好了 1 OK 0 OK 我插掉了 來 我們現在看喔 現在在D點呢 OK在D點是多少來 我跟你說我們剛剛都是怎樣 用動能的方式去算嘛 用動能的方式去算說 A在D點的 就是 剛剛我們都是這樣 找A的動能 A的位能 然後 D的動能 跟D的位能 去找出它的向心 它的速度 好 現在 你如果去看影片的話 如果你有看影片 影片的方法是怎樣 來 誰先誰後 這邊是 先 一開始在這邊 這是後來的 他用什麼公式 他用 OK V平方 等於 V0平方 加上 2 A S 好 這公式是什麼 我們以前 第一張學的 運動學的公式 好 這個就是後來的 後來的速度平方 OK 等於什麼 原來 就是一開始的 原來的速度平方 V0平方 加上 2 A S A我就加速度就換成G嘛 可以像 重力G嘛 重力加速度G嘛 然後呢 R S 我就換成什麼 它的高度嘛 因為位移就是 這時候位移就變成這一段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試看他用這個方法 如果是 S就是位移 這個時候位移就是 一開始到 結束的 距離 高度 OK 整個 這邊半徑是R 在一個半徑是R 所以 兩個R了 這邊就會剩下 三 第三個R 所以總共是3R嘛 所以我把它改寫一下 在這裡 後來的速度 我可以寫 V D點的速度平方 好 會等於 V A點的速度平方 加上什麼 加上 2 G是重力加速度 然後乘上H OK 高度H 好 所以呢 帶進去 D 點的速度 我不知道就是要找的 A點速度多少 0的平方 OK G我不用帶負死 為什麼 因為這裡沒有要我帶 算那個什麼 沒有要我算那個 數字多少出來 OK 所以我就一樣 2 G 好 H是多少R H就是 他們 這邊寫一下 H就是這一段 一開始到結束的位移 就是多少 就是R 所以我就寫 H等於R 那這個時候我就把它寫回來 所以乘在乘上多少 乘上 一個R 所以 意思是說 在D D點的 D點的速度平方 就等於 2G R 那你看是不是一樣 做法一樣 我找出 就是我 結果還是一樣 我還是找到V平方了 OK 我還是找到V平方了 好 找到V平方之後來 接下來 莊昌達 不在 我要問誰 她進來了老師 她進來了 沒看到她 對 我這邊只有8個人沒有看到 OK 好來 Maggie 請問在這一點的時候 她收幾個力 在D點的時候收幾個力 2個 哪2個 重力 重力 重力指向哪裡 指向下 指向下 指向下Mg 還有咧 我有 我的正向力 正向力指向哪裡 指向下 對 也是指向下 還有正向力N 好 所以 我就會寫成向心力 公司向心力等於 N 向心力 D 會等於 MV平方 除以R嗎 M D點的平方 除以R 來 請你告訴我我要怎麼往下寫下去 FD等於 D點的相信力等於多少 MV平方 快點喔 剩4分鐘囉 剩4分鐘囉 MV平方 MV平方 然後勒 什麼 等於是 2R 2G 對 直接乘上2G R嘛 因為你已經找到 V平方 OK V平方是2G R 你已經找到了 所以 再除以R R跟R 消掉 所以上面就只剩下 兩個什麼 兩個MG 所以 左邊的MG 移過去會變成負 所以在N點的時候你會得到 兩個MG 減掉一個MG 就只剩下一個MG 所以 在D點的正向力 等於一個MG 所以 你看喔 把它寫回來 在B點的正向力是7個MG C點剛剛說是幾個MG啊 我忘記了 兩個MG嘛 4個MG是不是 有嗎 對嗎 我剛才算到是4個MG吧 小朋友 4個G2 4個MG 沒有G2 對呀4G2沒有錯 那個是速度 可是我說的是 正向力啊 在C點的正向力是幾個MG 沒有人寫嗎 Hello 還沒寫 還沒寫 可是我都差光光了 mc等於4個MG 對 mc等於4個MG嘛 那在D點的時候 我們剛才算出來是 一個MG 所以你會發現 他越往上跑 正向力就怎麼樣 正向力越來越小 對 這也很正常嘛 OK 因為他越往上走 越往上走 他的能量就越來越少 然後正向力 越來越弱 如果今天在D點的時候 正向力等於0 就表示他怎麼樣 他剛好沒有跟他接觸了 沒有沒有跟他一起接觸 就表示什麼 就表示說 他會掉下來了 他就準備要掉下來了 所以 我們不希望N等於0這件事情發生 盡可能的不要發生 這樣 這樣好 所以一樣 給你截圖3秒的時間 3 2 1 OK好 差掉 所以好 講了兩題 接下來第3題第4題 第5題第6題 OK 在這邊總共幾題 3456 3456 4題 嗯 今天星期五 明天 明天 也是第5節有課 好 我來看 第2題我講了嘛 所以第3題7分鐘第4題6分鐘 第5題 嗯這4題都回去把它看一遍 OK都可以回去自己寫 明天我再再來講 OK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好 有問題 有問題的私底下問我沒有問題的就可以下課了 拜拜 好謝謝老師 老師再見 拜拜 好 好 是的 好